咱们呢还是老规矩 办理一次 谁的设计签回来的单子多 咱们这个最佳贡献奖 就不一天 出手 出手 你走 这也太没意思了吧 上次也是陈楚楚同学 大家说是不是 是 要我说 今天你要是能把你谈恋爱的时间 花点和楚楚一起加班画图 我相信下一个讲的一定是婷婷的 陈楚楚 你还不快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你看李总都快容不下我了 谢谢李总 也谢谢大家 其实我也只是因为幸运 以后还要多跟大家多多学习 你也别太谦虚了 这个奖啊 是你凭自己实力赚过来的 我相信在座的啊 都是我华业当中的精英 以及最富有天赋的设计师 我希望你们呢 继续努力 把公司所设定的奖项 全部赞了别 今天晚上啊 我请你们吃顿饭 接下来呀 我们又有的忙了 吃了饭 咱们呢 好好干 好 那我先走了啊李总 走了 吃出啊 李总 一会儿我家里还有点事 聚会 我能不能就先不去了 今天你可是主角啊 你要是不去我 我们肯定会很操心的 还是一起去吧 对不起啊李总 今天是我弟弟生日 我之前就已经答应过他 要陪他一起过生日了 那行吧 早点回家 谢谢李总 这么早下班 你不用加班啊 弟弟今天过生日 姐姐 给我准备礼物没 你小孩子家家人 你过什么生日 你也是 整这些没用的干啥 妈 平时我过生日搞这些没用的呀 你又不给我买蛋糕 还不让姐给我买呀 是吧姐 还是姐对我最好了 嗨小子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你 你上培训学校 画画那些钱哪来的 大风刮来的 妈 到了妈也是对我最好了 妈 你在里面不练习画画 居然在打游戏 你还不赶紧跟我练习去 妈 我今天不是过生吗 我吃完晚饭了又回学校画画了 就这样玩会儿嘛 去不去 妈 你还有几个月你就专业考试了 我花那么多钱让你去学画画 你要是考不上你试试 妈 你关心关心我吗 我还不关心你啊 要不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吃啊 那倒不用 太血腥了 你 以后别整这些没用的 有时间多加点班 多赚点钱回来 妈 有事啊 你不是一号发工资吗 哪来这么多钱啊 公司发的奖金 这半年又是我的设计图 给公司签的单子最多 今天老板还在会上表扬我了 这多少钱啊 一共五千 正好 你弟弟啊买耗菜花了不少钱 我这多少钱啊 我正发愁呢 还有事啊 没事 没事还不赶紧画图去 你楚楚干嘛 那我先红红画图了 楚楚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 母亲王红梅将陈楚楚和弟弟陈阳 独自抚养长大 因为家庭贫困 所以楚楚也早早的担负起了一部分养家的责任 因为母亲重男亲女的思想 所以楚楚在这个家庭从小都是尽小身内的生活着 长大后的楚楚拼命工作 希望能赢得母亲的认可 但每一次换来的都只有母亲的目不关心 今天你可是主角啊 你要是不去我 你们肯定会很扫心的 还是一起去吧 对不起啊李总 今天是我弟弟生日 我之前就已经答应过他 要陪他一起过生日了 那行吧 早点回家 去吧 爱丽丝决定去做她答应爷爷的三件事 她离开了家乡住在一个离海边很远很远的城市 她在图书 李总除了员工工资房东也在催了 说如果再不交房租和物业费的话就要过来锁门了 陈总谢谢您跟我说了这么多 我也知道你们一直都是跟信尧设计公司合作着 但多一个设计公司备选对你们真的是有利无害的 陈总您知道我也只是公司的一个小设计师 没有那么大的权利 但如果您选择了我们设计公司 选择了我来设计 我能保证您跟我们的前妻合作 我能按照您的要求修改到您满意 您再付款 行吧 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谢谢谢谢您陈总 谢谢 不行 我一定不能放弃 是的 日子 吃吧 vote 哦 谢谢这 누今 九oro大饼 感谢你信任我的公司 嗯 陈聖索 这合同也按你的项目签了 你是不是应该为你的新客户 倒杯水呀 不好意思啊陈总 我这就去您稍等 陈总 李东明 我知道你们公司 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和你们合作 拉你们也罢 那是因为我看中了你们公司的 精气神和魂 在一个公司面对危机的时候 连一个设计师 都能够主动站出来为公司 争取业务 我相信你们公司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谢谢陈总 多年以来 楚楚都暗恋着自己的老板李东明 因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悬殊 自卑的楚楚 没有勇气去面对和争取自己的这份爱情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李东明也同样喜欢着自己 而李东明则是碍于自己 离过婚 年纪的差距和同楚楚的上下几关系 这小孩是谁啊 你觉得呢 能在这个办公室玩的除了李总的儿子 还有谁啊 李总的儿子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沛沛沛沛沛 真可爱 那你自己在这里玩 不要打扰到其他的叔叔阿姨工作 好不好 好 真乖 那你陪他玩会 行那你干啥去啊 哎我去倒点水一天没喝水了 谢谢 来沛沛到姐姐问他 宝贝姐姐问问你 爸爸平时在家凶凶啊 爸爸很好 哎哟你个小姐 喂 小秘书 李总让我改一下和美姿家的合同 你拿过来一下 好的我这就去李总办公室 把合同送过来啊 乖乖姐姐跟你说个事 姐姐现在要过去一会 你就乖乖待在这好不好 你不能乱跑哦 好 贝贝真乖 快点小心 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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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没事吧 没事吧没事吧 虫虫你的手 小心点小心点 怎么了 虫虫了 脚背差点打到佩佩头上 还好我感到 那行 这是李总儿子佩佩 帮忙照顾一下 行行你快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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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送出去看这个啊啊好 来来 对不起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我想到公司有监控离开几分钟 应该没你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 你应该给陈主主说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你最好祈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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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醫生 陳主廚是我們公司的一個設計師 他平時要用手去繪畫去設計 對他今後沒什麼影響 如果以後要做繪畫這樣精細的工作 可能還得到醫院來做康復訓練 要想恢復到受傷之前 那麼就必須的堅持康復訓練 另外關鍵是要看他自身的體制 謝謝老醫生 主廚主廚 他們這月叫多強 我沒問 但李總交代了 只要醫院這邊通知缺錢了 就會讓公司的同事來給我交錢 而且李總還專門和我說了 讓我放心治療 所有的費用都由公司來出 不會讓我花一分錢 這本來就是他們應該的 說你也是 你哪根筋搭錯了 用手去繭那玩意幹嘛 把自己傷得這麼嚴重 媽 我要是不去接那一下 那水煎獎杯可能就真的砸到佩佩頭上了 如果真的是那樣 後果就真的不堪設想了 那砸到就砸到 說你竟想著別人家的孩子 那人家是有錢人家的孩子 就算受了傷 家裡也有錢撐著 可你呢 你的手是用來掙錢的 要是好不了 你以後怎麼辦啊 你弟弟馬上要考大學 這畫畫需要用錢 上大學需要用錢 以後結婚生孩子買房子 都得要用錢 你說你這手要是好不了 你弟弟的前程不就毀在你手裡了嗎 媽 你放心 我不會影響弟弟前程的 我會讓自己的手趕快好起來 你說好就好啊 醫生不是說了嗎 只要我堅持做康復訓練 以後還是有機會的 你也說是有機會 那更大的可能是沒有機會 現在知道難受了 你不是逞英雄嗎 你知不知道那英雄背後就是狗熊 而且是連飯都吃不齊的狗熊 此時的母女都在擔憂著未來 其實母親是愛著楚楚的 只是這份愛經不起比較 只要涉及到弟弟成羊 處處清楚 在母親心裡的天平 就會無條件偏向弟弟 電費236 水費45 天安器65 同學了 吃飯吧 給媽 你現在的手怎麼樣了 幫你了嗎 你還有幾個月你就專業考試了 你把心思花在學習上 這些事情啊 少操心啊 哎我就先關心一下吧 你跟我收拾唄啊 這孩子馬上要考試了 是 不能跟他說實話 是 沒什麼大不了的 養一段時間就好了 媽 今天我們專業老師跟我們說了個事 什麼事 我們現在不是馬上要專業考試了嗎 他跟我們說現在有個高級班 只要報了這個班 專業成績一定能過 不管哪個大學總能考上一個 真的 還有這樣的好事啊 哎 那怎麼保證你們的專業成績能過呢 這你就別管了啊 老師既然這樣說了 肯定有自己的辦法 我跟你說啊 我們上一屆有幾個同學 他專業成績比我差一點 就是因為報了這個班 都過了 哦 那這樣就保險了 哎 那要花多少錢啊 就是這個費用有點高 到底多少錢 除開之前交的學費 八萬 八萬 我是要哪去弄這麼多錢啊 但是老師說了 只要報了這個班 就一定能過 可是八萬呢 你姐姐當年考大學 我一分錢沒花 可到你這兒 什麼都要錢 媽 實際上姐姐之前在你肚子裡的時候 就把銀燕給吸收乾淨了 到我這兒就只剩裂殘渣了 所以啊 她比我聰明的是天清地義的 讓我想想吧 我沒事兒 我是手受傷了 又不是腳受傷了 你不用扶著我 你自己做啊 我 要不是因為我 你手也不會傷成這樣 我就要扶著你 我都跟你說過多少次了 這事不能怪你 又不是你拉著我的手 讓我去受傷的 怎麼能怪你呢 知道你是不想我自責 但這事就是怪我 我也就要扶著你 好吧好吧 我能下手呢 看來故事不算 李總您怎麼來了 您快坐 楚楚 你看既然李總都來了 我就先回去了好不好 怎麼了 我一來你就要走了 怕我呀 這可不是你蕭婷婷的風格 哪有啊李總 您是天底下最好的老闆了 我是真的還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你路上注意安全 怎麼樣 手會肥還好吧 啊已經沒事了 李總快坐 那我在家裡是怎麼應說的呀 楚楚阿姨呢 是因為救你才受的傷 如果不是楚楚阿姨幫你擋住了水晶杯 那受傷的就是你了 楚楚阿姨救了你 你是不是應該給楚楚阿姨說些什麼呢 謝謝楚楚阿姨救了沛沛 不用謝 楚楚阿姨手還痛嗎 爸爸說垂垂就不痛了 沛沛真乖 阿姨的手已經沒事了 不疼了啊 其實啊 我們昨天就應該來看你了 要不是你救了沛沛 這後果真的是不堪設想 李總 你千萬別這麼說 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 我相信任何一個人遇到這種情況 都會選擇和我一樣的做法 畢竟家屬沒錢了去交一下費 李總不好意思啊 或是他誤會了 啊沒什麼 那個我去交個錢 你幫我看一點費費 我們要消息哦 小羅 我真的是孩子考大學需要錢 不然我不會找你開這個口 我知道孩子考大學是大事 但這段時間我們家真的也挺難的 實在沒辦法 你說你要寄個一兩千還能多一下 一兩萬真是沒辦法了 我知道 這段時間大家都挺難的 要不你挪兩千給我 我後面肯定還你 好吧好吧 我一會兒微信轉給你 你空了吧 欠條修一下 好 謝謝啊 唉 唉 理解啊 那個我最近孩子要考大學 我有點事想請你幫忙 我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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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得很好呀 幼兒園老師還表揚了我的 是嗎 沛沛真棒 那改天你也畫一幅送給楚楚阿姨好不好 好啊我喜歡楚楚阿姨 我給你畫我最喜歡的 向日葵 楚楚阿姨 沛沛能碰你了嗎 沛沛你怎麼能這麼可愛呢 楚楚阿姨她的手伤 手沒事吧 沒事 呃剛才交完費 我去找了一下你的主治醫生 他跟我說呢 說你手現在恢復的很不錯 只要你積極配合治療 完全康復的機率是很大的 李總 公司不是已經把醫藥費給我交了嗎 而且你剛才又去給我充了錢 我這手術都已經做完了 後續也就是用些消炎藥之類的 這花不了這麼多錢 住院點錢呢 你就不用擔心了 公司幫你交 這些錢呢是給你個人的 你想吃點什麼營養品啊 就拿這個錢去買 再說了出院以後 你不是還要做康復治療嗎 剩下有點錢呢 信他誰先 謝謝李總啊 謝謝李總啊 沒事 我畫畫畫畫畫得很好呀 幼兒園老師還表演了我的 是嗎 佩佩真棒 那改天你也畫一扶送給楚楚阿姨 好不好 好我喜歡楚楚阿姨 我給你畫我最喜歡的 像日葵 是嗎 楚楚你好不好養傷 不用擔心我肚子的事情 等你養好了傷 公司舅舅願留你的位置 那你看見我錢了嗎 什麼錢 就是李總給我做康復治療那五萬 我放在抽屜裡了怎麼不見了 哦 那個錢我拿去給你弟弟交學費了 什麼 你拿去給我弟弟交學費了 那是我的手用來做康復治療的錢 你吼什麼吼啊 那不就拿點錢而已嗎 那你的錢拿去服侍你弟弟上學怎麼了 什麼學費要五萬那麼多呀 你弟弟培訓學校有個高級班 要交八萬 說交了錢就可以保證你弟弟好上大學 誰專業能過 媽 那些都是騙人的是違法的你知道嗎 你也想哄我啊 你弟弟都說了 那 以前有個成績比他差的 人家都考上大學了 媽 我弟弟他專業成績並不差 只要這幾個月他努力學習和練習 他專業考試應該是可以過的 那你也說了是可能啊 那多一層保障不好嗎 那我的手呢 如果我不去做康復治療 那我的手可能就畫不了圖了 你讓我以後怎麼辦啊 我了解過了 那所謂的康復治療就是手多做運動 那在家也能做 何必換那冤枉錢 而且醫生也說了 那能不能恢復到以前 也看個人的體質 那你說錢花了手又好不了 那不是人財兩空嗎 還不用拿給你弟弟上去 做了康復治療 至少還有機會 你現在連一個機會都不肯給我嗎 你別不高興 我說的呀都是實話 我知道了 我的手能不能康復 是小事 我弟弟考大學 才是大事對嗎 媽 你怎麼能這麼偏心呢 從小到大 你從來都是讓我讓著弟弟 我都聽您的 但是這是治療我手的錢 如果我手支不好 那我的前途就毀了 什麼叫前途毀了 那一個女人的前途 那不就是嫁個好男人 吃穿不愁嗎 一個女人結了婚 那不就在家相夫叫子嗎 那哪個男人願意自己的老婆 成天不著家 那個在公司加班的 你弟弟可就不一樣 他是男人 他有史一家之主 陳楚楚 你怎麼喝酒了 你才出院幾天啊 你的手還要不要了 錢錢 你來了 哎 我車車哥哥一起合 到底怎麼了 啊怎麼哭成這樣 我沒事沒事你能哭成這樣啊 fonか 你怎麼都不操保我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天天 對不起啊 剛才我喝多了 可能是因為心裡實在是太難受了 所以就給你打了電話 竹竹 你心裡難受的時候能想到我 我很榮幸 但是 你還是不打算告訴我你到底遇到什麼事了 對嗎 陳楚楚 你不是一個會亂宣洩情感的人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你從來沒在我們面前失態過 更別說嚎啕大哭 你剛才哭成那樣 說明你肯定是遇到了什麼事情 你告訴我 好不好 如果這件事放在平時 我是不會逼你說你不想說的話的 但是現在你剛出院 條了 而且還是因為我的過世 你說才受傷呢 現在還經不起你這樣折腾 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 别压在心底 你说出来 我觉得我妈抛弃 你太偏心了 他真的太偏心了 在他心里 就只有我弟弟一个人 丁丁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有一个爱你的父亲 和母亲 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完整的父爱和母爱 在我的记忆里 从小 就是父母的争吵和打骂 他们天天吵着要离婚 那时候的我真的很害怕 我害怕 我害怕他们如果真的离婚了就没有人会要我了 然后我就拼命的乖巧 拼命的听话 拼命的好好学习 我以为 只要我个乖巧 学习成绩更好他们就不会离婚了 但是我永远都记得那次 好不容易考到了联系第一 我心高采烈的跑回家 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走你要打 你要打是吧 好 我跟你一起走 你个疯婆娘 妈妈妈 我可能连续第一 我都一直拴死你 你拴呀 你来拴呀 你不是没拴过 我看见你就打胃口 你现在看见我打胃口了是吧 我为你生孩子 我现在不好看了 我没有外卫的虎卫真好看 你现在看见我打胃口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外边做对生的我打胃口的事情 你 啊 我就是跟你說 誰知道 你今天看中出這個門 你就不要弄我一兩萬 兩萬就離婚 這個 我爸我可不可以承認去敬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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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好就連弟弟 你放不見朋友 我打不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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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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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以為 他只是相比是一樣的成家 但是沒想到 我媽一生下我弟 他們就真的離婚了 在我小時候 長一段時間裡 我都以為是因為我 因為我表現得不夠優秀 所以他們才離婚呢 從那以後 我不敢再告訴任何人 我心裡的真實想法 對身邊所有人 也只是一味的討好 那 那後來呢 你說你媽媽偏仙 是因為你弟弟嗎 雖然我只去過你家裡幾次 但我看得出來 你媽媽確實是偏他你弟弟的 我媽那段糟糕的過去 是因為我弟弟並沒有見證 我媽那段糟糕的過去 或許 我媽覺得我是女兒 時早都是要嫁人的 等我嫁出去了 這就是潑出去的水了 反正 自從我弟弟出生以後 我什麼事都要讓給他 小時候糖 要先分給他吃 長大後前 也要先給他花 其實 我早就已經習慣這一切了 但是這次 我是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那個是我的手用來做康復治療的錢 他怎麼能說給我弟弟就給我弟弟了呢 他明明知道 我的手如果想要恢復 那就必須要做康復治療 他怎麼能那麼對我呢 你說 我 在他心裡 我的死活 就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你是說 你媽把李總拿給你那五萬塊錢 拿給你弟弟用嗎 就因為 我弟弟說 他要報一個什麼 高級補習班 但他明顯一聽就是老實騙人的 那你去讓你媽媽把錢要回來呀 在我媽媽的心裡 就只有我弟弟 他是不可能為了我去把錢推回來的 那你也不能這麼由著你媽欺負你吧 早不想到大就是這樣 什麼事情只要一涉及到我弟弟 我媽就好像沒有我這個女兒一樣 你說 既然這樣 他當初為什麼要選擇舍小孩 從小都逆來順受的楚楚 這一次真的是想反抗 可他最終還是沒有勇氣 在他內心深處 依然無法違背自己的母親 因為他害怕 如果違背了母親的意願 連最後謹慎的母愛也失去了 天天 謝謝你今天陪我 還聽我說了這麼多 我媽 把我做康復治療的錢 打給我弟的事 你能不能不要告訴其他人 我希望楚楚 什麼事情你總是一個人扛著 但是這件事真的太嚴重了 但是這件事真的太嚴重了 這關係到你的未來和前途 不行 楚楚的手不能就這麼毀了 我得做點什麼 王總你放心 我一定找我們公司 最好的設計師給你設計 我相信今年春季您的服裝啊 一定是爆滿 行就這樣 這位有事啊 也要正好 我知道 你跟楚楚啊 關係走得比較近 他的手現在恢復怎麼樣 李總 就是這個事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怎麼了 出什麼事情了 這件事本來楚楚讓我不要說的 但這真的太嚴重了 而且關係到楚楚的未來 所以我 所以我還是打算跟您說一下 到底什麼事 你趕緊說 就是你給楚楚那五萬塊錢 他媽媽挪給他弟弟用了 楚楚根本就沒去醫院做康復治療 你說什麼 楚楚沒去醫院 對 那現在手部分怎麼樣 和剛出院的時候差不多 而且他昨天還喝了很多很多酒 出事開玩笑 他作為一個服裝設計師 怎麼能這麼關起自己身體呢 這也是楚楚昨天跟我打電話 再哭我才知道的 李總 你一定要幫幫他 你知道楚楚的性格 如果不幫他的話 他的手真的就 真的就廢了 我知道了 讓我再想一想 這錢呢 你收下 怎麼不想收啊 李總 這錢是什麼意思啊 公司呢出臺了一個新的政策 我們把去年為公司創收的人呢 進行了統計 按照比例呢給你們補發一部分金錢 你還要招收嗎 李總 這錢我不能再收了 我住院的時候你已經給了我五萬塊 你是覺得我們公司缺你這五萬塊錢 還是說公司缺了這五萬 就運作不下去了 李總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覺得你別忘了 公司在最難的時候 你是怎麼為公司付出的 你是怎麼說服陳總和一些別的公司 跟我們公司合作 公司現在能夠壯大 而且越發展越好你呢工不可 一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我的意思是那些都是我應該做的 我相信如果是其他人遇到這種情況 也會那麼做 也只有你一個人這麼做 你別忘了你的手啊 是為了我而才受傷的 所以餘工餘司這錢呢你都應該收錢 沒什麼可視 沒什麼可視 謝謝李總 康復之名啊 有沒有堅持去做 守會分怎麼樣 謝謝李總關心 恢復的挺好的 那就好了 這個手的傷口呢 雖然是癒合了 但是不能大意 康復治療必須堅持去做 你是一個服裝設計師 手對你來說很重要 那就期待我們的首期設計師 李東明 李東明知道 陳楚楚不願意將自己糟糕的人生 展現在他面前 他選用了能保護楚楚尊嚴的方式 將錢交到了楚楚手裡 雖然最後陳楚楚收下了錢 但他還是隱約感覺 有些不太對勁兒 楚楚楚 感覺這筆錢更像是李東明 對自己的照顧 這是楚楚和李東明的第一次思想 楚楚很快就忘記了那些擔憂 沉浸在和喜歡的人約會的甜蜜感中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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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办公室 啊对了 你跟陈朱厨是好朋友 有时间呢多关下他好的李总 妈 我下午出去一趟 你不在家好好练续抓我你出去干嘛 我好久没回公司了 公司让我回去写张价条 哦 那你慢慢吃 我就准备先走了 opian 那个 ��这个 你托我问公司的事我已经问了 怎么样 最近公司没有五万块钱的支出 怎么可能啊 你问清楚了没 真的 我都反复确认过了 首先 公司没有什么新设的奖励制度 这个都不用说 我作为李总的秘书我都不知道的话 除了你有这笔钱 还有谁可能用 第二 公司财务最近没有这笔钱支出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这笔钱是李总私人出的 怎么会这样 不行 我肯定要把这个钱还给李总 之前我已经收了他五万了 这钱不能再要了 有个事我想跟您说一下 但你得答应我 不能生我的气 你说 就是 我把你妈妈 拿你那五万块钱给你弟弟用的事 给李总说了 你说什么 小婷婷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 不要告诉别人 你居然还告诉了李总 你 你也太过分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初初 我当时是真的担心你 我害怕你手真的废了 所以我才告诉李总的 反正都是我的错 等哪天咱们见面了 我再跟你道歉 喂喂 向前定 不行 这钱肯定不能要 一定得还给李总 妈 你怎么在这啊 是不是我不在这 你准备干你混账事 妈 我 这钱你不要是啊 行啊 你不要这钱给我 妈 这钱 之前是我要忙给李总的 我们不能再收他钱了 陈初初 你脑子有病是不是 你的手是因为他儿子受了伤 你拿他这钱怎么了 再说了 这钱也就是他主动给你的 一件就正需要钱 那你倒好 还想着把这钱送回去 陈初初 是不是在你的心里 你的弟弟还没有一个公司的老总肉药 妈 不是这样的 之前李总已经给过我们五万了 这钱是真的不能再要了 你还给我行不行 你不能拿走 你说我养大的 我凭什么不能拿走 陈初初我告诉你 如果说你的家人在你的心里 还没有一个外人重要的话 那就滚住这个家 妈 妈 妈 你把钱拿走了 你让我在李总心里成什么样的人了 把人都傻了 家里挣个缺钱 还想着把钱往外拿 魂魏 小罗 我正打算去你家找你了 没想到这碰上了 那个 钱的事吧 我最近手头没那么紧了 我一会就回去给你拿 不是这种小事 是天大的好事情 什么事啊 把你乐成这个样子 我那外甥啊 把你们家处处看上了 你可不知道 我那外甥家多有钱 至少大几百万呢 你要是你处处啊 真的跟着我那外甥 这一辈子啊绝对是吃喝不愁 你也能跟着想夫啊 哎呀真的假的 那他什么时候见过他呀 哎呀你看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 我外甥啊前两天来我家玩 就把你们家处处给看上了 真的 金子还真 那这事还得多仰仗 你都忙活忙活 没问题 但是你可别忘了是我帮你的呀 到时候要处处跟我的外甥真好了 你提前提前我们的家的口子 那你看啥时候让他俩见见 行啊你安排啊 你说条件这么好 他还能不答应他有逆天啊 哎呀就等这句话了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呢 他叫陈叔叔是在这个月 你能帮我查一下 他有没有来做康复制的 还有他的那个手啊会不会怎么样 稍等我帮你查一下 您说的这位女士跟我们约约过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过来 没来 那我问一下 他是一次都没来 是的 谢谢啊 我问一下 他是一次都没来 是 哎呀这一天天的真是累死我了 哎对了初初 李总不是又拿给你五万块钱吗 你有没有坚持好好做康复治疗啊 嗯 那是之前的那家康复医院吗 呃不是 是另外一家医院 这就对了吗 一定要好好坚持做啊 嗯对了 这次你可千万得把那五万块钱藏好了啊 不能再被你妈妈发现了 初初 初初 妈来了 你先自己玩会我出去 我跟她在卧室聊天呢 你坐下我跟说个事你 什么事啊 你明天去葡萄上茶见个人 哎你罗阿姨说了 他外甥看上你了 你去见见 妈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也不想去相亲 我只想让我的手干净好起来 回去上班 你这是什么话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妈 我告诉你啊 你明天必须去 你家罗阿姨说了 他外甥家庭条件非常好 再说了 你也老大不小了 你想变成老大男啊 妈 陈初初 我告诉你 女人最后都是要结婚的 那女人做得再好 也不如嫁得好 你别老想着上班的事情 明天好好地去跟我相亲 等结婚以后 咱们重新找一个轻松的工作 好好在家相夫教子 可是妈 做服装设计师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这是在替你谋求最好的生路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听话 我明天就去你公司 把工作给你辞了 行 我答应还不行吗 那明天下午两点 一会儿我把对方的照片 放你手机上 我去给你轮你回个话 你妈妈说的是真的吗 听起来挺吓人的 你要不听她的话 她还真能去公司闹啊 妈 陈丑丑 我告诉你 女人最后都是要结婚的 那女人做得再好 也不如嫁得好 你别老想着上班的事情 明天好好地去跟我相亲 等结婚 等结婚以后 咱们重新找一个轻松的工作 好好在家相夫教子 可是妈 做服装设计师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这是在替你谋求最好的生路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听话 我明天就去你公司 把工作给你辞了 行 我答应还不行吗 那明天下午两点 一会啊 我把对方的照片放你手机上 我去给你轮你回个话啊 你妈妈说的是真的吗 听起来挺吓人呢 你要不听她的话 她还真能去公司闹啊 陈楚楚 难道这就是你的命吗 你真的甘心吗 不甘心又怎么样 能改变什么吗 楚楚不想认命 面对强势的母亲 她没有一点办法 楚楚决定 听从母亲的安排 好好去相亲 开始另一种生活 但在此之前 陈楚楚想用自己觉得最好的方式 去斩断和李东明之间的联系 我说没事 你好usan 啊 什么意思 你还不是梦想用自己的 找李總 嗯行那我先去工作了 啊 你怎麼到公司來了 怎麼樣 手恢復在順地吧 挺好的 李總 李子 李總 謝謝你這麼多年以來 對我的照顧 我想去上海發展 所以 不能在這裡繼續工作了 做服裝設計師 不是你的夢想嗎 這麼容易就放棄了 我聽婷婷說 你已經在做康復治療了 怎麼了 康復治療不順利啊 你公司下海需要你 能不能再考慮一下 李總 治療都很順利 我也已經想清楚了 我想去上海看看 就不再考慮考慮啊 謝謝李總 我想清楚了 行啊 我也不強求了 但是你記住啊 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你這大門 永遠為你敞開 蘇蘇 李總 來合同 聽同事說剛剛楚楚來過了 給露一份辭職報告 楚楚是來辭職的 為什麼呀 他說他想去上海 李總 我覺得這件事有蹊蹺 什麼計較 這本來是楚楚的私事 我沒打算告訴你 就昨天我去楚楚家的時候 看見楚楚他媽媽 逼他去相親 然後說如果楚楚不去的話 就來公司鬧替他辭職 是誰 第一次看見你 這誰放上你了 今天終於有機會 跟你坐在一起 我好激怒啊 哈哈哈 我沒有想過心 你有什麼想問的就直接問吧 哎哎好好好好哈哈哈 我過來跟你坐一起吧啊 我來看看 你喜歡那個區 你什麼意思 你喜歡那個區 咱們結婚之后 就在那個區 怎麼了嘛 你還不好意思 有什麼關係嗎 咱們遲早都是要結婚的呀 啊我們今天只是來相親的 你能不能別在我手上摸來摸去的 有什麼關係呢 又不是帶你去開房 不就是摸過手而已嗎 把手給我鬆開 你誰呀 李總你怎麼在這 我不管你是什麼總 我們在這兒相親了 請你走開不要妨礙我們 你沒看見別人不願意啊 誰說不願意了 他家跟我結婚的人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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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放放放放 他 哦 行啊陳出所 有男人你還來跟我相親 你當我是啥子是吧 行行行 對 这就是你辞职的原因 既然不愿意相信 为什么不能坚持到底 像今天这种情况 如果我不在 你会非常的危险 你难道不知道吗 陈出所 你有病是不是 我叫你去相亲 你居然找人打人家 妈 你别听他胡说 我们没有打他 是他自己手脚不干净 李总才推了他一下 我不管那么多 你马上给我回来 去跟人家道歉 我不去 陈出所 我不知道你哪根筋搭错了 小楼他万事那么好的条件 你居然不知道珍惜 你就以后等着受罪吧 我还要赶索 是 今天让你看笑话了 谁的生活 不是一粒鸡毛的 吃鸡毛了多少人 竹竹 我想你講個故事 想聽 你說幾年前 我喜歡上一個女孩 但是因為我比她大 離過婚還帶著一個孩子 所以我一直不敢向她表露我的心聲 後來我了解一些她的情況 其他過得並不好 但是好像 她又不願意讓我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不知道該怎樣去幫助她 是不是不敢相信 楚楚 我喜歡你 李總 你怎麼會喜歡我呀 前幾年公司面臨破產 你拼了命的幫公司拿業務 這些我都知道 那個時候 你就好像是黑暗當中的一出鍋 讓我感覺認真 讓我看到了 當時我就在想 陳初初作為公司的設計師都沒有放棄 我這座的單單 更沒有理由放棄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喜歡上你了 可是你怎麼 我陪不上你 喜歡就是喜歡 愛情你只有喜歡能夠喜歡 沒有陪得上和陪不上的問題 如果你不嫌疑我年紀比你大 還是得夠快 讓我做你的朋友 讓我當心裡 也好 你這麼優秀 我怎麼可能會嫌棄你 那你的意思就是同樣 作為女朋友 是不是應該拿著你的照片 讓我放在枕頭下面 夜夜 都是看的 又是小甜甜 在相親男的刺激下 李冬鳴終於向 楚楚表達了自己的心意 李冬鳴想擁有一個正大光明的身份 去保護自己喜歡的女人 她再也無法容忍楚楚 生活得如此憋屈 她想給她幸福 我到了 楚楚 回家以後 什麼都別想 好好睡個覺 有什麼話 明天起來 不願意說 嗯 記住 在未來 不要讓任何人 強迫你做你不喜歡做的事情 也不顧我 知道嗎 真的可以嗎 當然可以 人生是你自己的 你要學會愛自己 才能愛別人 進去吧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我一定要讓你未來的生活 都聽你的沒有 你坐在這裡 你不能看 你真想要 你不想要 我 你不會看 去的 那現在起床吃早飯 我要工作了 好 楚楚不在家 我今天來是找您的 你倆的事我都知道了 說吧找我什麼事 阿姨 今天我來呢 是想跟你聊一下楚楚的事情 你是想替他來教訓我是吧 阿姨你別誤會 我是一個晚輩 怎麼會有這種心思呢 行那你說 這些天呢我聽楚楚說了你們很多過去的事情 說您為了他跟他弟弟吃了不少苦 這麼多年之所以沒有選擇重新嫁人 是你想一門心思把他跟他弟弟撫養成財 這話 是你說的吧 但楚楚一定也是這麼想的 所以他才會早早的跟你一起負擔起養家的責任 阿姨 你有沒有想過 像楚楚這個年紀的女孩 是最愛美的時候 楚楚的工資並不低 可他從來不願意把錢花在自己的身上 這是為什麼 因為他太愛這個家 愛您和他弟弟了 各家的情況不一樣 像我們這樣的家庭 哪個不是大的一個賺錢來養小的 阿姨 楚楚是你的孩子 我相信你比我更了解他 我也知道 在楚楚心裡 只要你和弟弟能夠過上好日子 他就算再苦再累再受委屈 他也願意 您覺得是這樣的嗎 可您 有關心過他嗎 您知道阿西你在想什麼嗎 你懂他的委屈嗎 可能你早已習慣 他的利來順手 我不相信天底下 會有不愛自己孩子的母親 阿姨 你難道真的不想讓他過得快了一點嗎 我們這樣的家庭 我也是沒辦法 阿姨 您有辦法 楚楚想要的 不過就是你的關愛 像您愛他弟弟一樣的愛他 他努力工作 努力做你心目當中的乖乖女 其實為的就是得到你的認可 即便是你讓他去和他不喜歡的人相親 他也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意願 還是去了 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他不想讓你失望 阿姨 作為一個晚輩 可能我今天說的話有點重了 但是我是真心的希望楚楚的生活 能夠更快樂一點 而你恰恰就是他最愛和最在乎的人 你把我們的錢還呢 你把我們的錢還呢 我就放過你 我不是只知道你們借了四萬塊嗎 我已經還了八萬 我家是真的沒錢了 借錢不用利息是吧 啊 我告訴你 你還了八萬 只是利息 本金可沒還哥 笨口報告我報告 我告訴你 孫先生你媽要我還錢 要我沒命 錢 錢 三天就給我三天我一定還錢 行 就再給你三天時間 走 出入行 行 然後我就是你 想想愛他弟弟很難 他努力工作努力做你心目瞪目的乖乖 其實為你就是對你的認可 即便是你讓他去和他不喜歡的人相信 他也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意願 還是確決 你知道這是為什麼 他不相信你 難道 我真的做錯了 我真的做錯了 來 我只是說我 你又說我 我你在做錯了 我老師 這次 你又會意説 我 你干什么 我该怎么办 你刚才欠到的你 因为我现在哪个招那么的欠的 你想击死我是不是 你 这出什么事了 你可不是还在那一天 他去捡高利贷充值打游戏 之前那八万块钱他骗我说去交学费 刚才都带着我带着他 妈你别担心 钱没了就没了 等我收好了再出去赚 一定会好起来的 可是那不只是那八万块钱 那个利滚利的 现在都十几万了 你说他想哪是哪那么多钱呢 我 怎么办呢 天哪 你到底借了多少钱 借了多少钱 我就借了四万块钱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利滚利的就这么多了 就说了 如果三天拿不出钱的话 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 妈 姐 我该怎么办啊现在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你 你当初借钱住这打游戏的 你怎么不知道害怕呀 不行 这事只有报警了 不能报警 他们说了 即便他们被抓了出来后也会报复我们的 那你说 这事还能怎么办 喂 我要报警 家同志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你说说你们这些孩子 家里条件已经这么困难了 打个游戏还要接高率带来充值 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做了知道吗 家里人赚钱不容易 我也是一时糊涂 结果越陷越深了 对不起 行吧 那你们先回去 有消息了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辛苦了谢谢你们 妈 你别难过了 千万别伤着自己身子 王红梅一生要抢 此刻的王红梅才真正的意识到 对儿子的一味纵容 和对女儿的苛刻 最后害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我说妈妈就买了一件牛奶 回来了哎呀 那手不好我来我来算啊不用了妈 我的手已经没事了 而且医生说了 只要再做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 我就能回去上班了 你坐下 楚楚啊 妈想跟你道个歉 是妈妈的一些错误观念 伤害到了你 妈妈跟你说真对不起 妈妈跟你说真对不起 妈 妈妈就把自己对生活的一些不如鞋 发现到了你的身上 好像我自己过得不开心 我要拉着你一起不开心 是 是妈妈太自私了 妈妈对不起 你 不要万 不怪你 這是媽媽的好女孩 媽媽謝謝你 媽 你放心 弟弟現在也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 再努力學習 我相信 我們一家人 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你跟冬迷相處怎麼樣了 他對我很好 你跟他說說 什麼時候有空來家一起吃個飯 好 謝謝你 啊 送你一個禮物 什麼禮物 派派畫的嗯 看到這幅畫 有沒有想到什麼 向日葵 我們都要像向日葵一樣 向著光什麼 對 我們要 永遠向日光